我們給你一個A點 座標是S1Y1 給你一個V點 座標是S2Y2 有一個P點座標叫SY OB項量把它寫出來 我們剛剛講O點的話都是原點 所以如果把A點、B點跟P點的 的項量寫出來的話都是跟原點去寫 那OB項量就寫了SY 我可以寫了R倍的OA項量加S倍的OB項量 你就是把A點的座標上乘以R倍 B點的座標上乘以S倍 那這我們叫做線徑組合 因為它們都乘一個係數而已 等於把OB項量我們可以用OA跟OB這兩個項量 來做合乘 那上次我們在講合乘項量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來談 假設我給你一個OA項量 這個叫做OA項量 我們這樣子講 假設我們令OA項量就叫做A項量 令OB項量我就把它叫做B項量 OA跟OB實際上是指起點跟周年的意思 好 這邊如果這個叫做A項量 剛好這是一個單位 然後我再發一個B項量出來 B項量的話應該是 以他的長度來講 假設他是B是A項量的兩個單位的話 我們這樣在講項量合成的時候 我現在的起點它們是連在一起 所以我要把A項量跟B項量兩個架在一起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做 我可以用平項四邊形的加法 你可以用怎樣 三角形的加法 那如果我現在來講的話 我的起點在一起 所以我用哪一個加法 平項四邊形的加法 所以我從B項的終點最小水平線跟A平線 從A項的終點最小水平線跟B平線 我發現沒有平線 好 它們是有一個焦點 然後把起點位置跟焦點連接起來 這個項量我就可以講是OP的項量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寫我的OP項量 實際上是A的項量一倍所以是A項量 接上幾個D項量 我剛剛講過幾段 兩段Paste也繩兩段的B項量 這種表示的方法我們講就是唯一的 不過在這邊你會想說 那A是一段B是兩段 我會沒有可能說A是三段B是一段 OK 可以 好 所以我如果要各位去畫 我的OP項量會等於兩倍的OA項量 加上三倍的OB項量的話 也就是寫成兩倍的A項量 加上三倍的B項量 那這時候怎麼畫 A項量我就畫兩段 一段 兩段 好 這是A項量 這是2A項量 那B項量的話我要三段 一段 兩段 B項量到這裡 這是三倍的B項量 所以如果你要畫多的話 一樣 你這邊就能做吧 從B項量做一條水平線跟2A項量平行 從2A項量的終點 做一條水平線跟3B項量平行 有一個角點 這個點拉出來 這個地方指的就是OB項量 而且它就等於兩倍的A項量 加上三倍的B項量 這種組合的方式 我們就把它叫做線性組合 這樣了解吧 所以我們剛剛之前 我們早上上課的時候 有講到一個部分 就是講到座標的一個做法 那線段的部分 應該就講 相當的做法 我們要了解的話 我只要再把座標加進去就好 因為像這個係數的部分 座標的係數計的部分 我們也知道說 只要把我們的係數 乘載到我的座標裡面去 就可以去處理 所以這是相當的合成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再講一上面 我們有幾個例題 我們就實際在他們畫圖畫畫看 你學會畫圖之後 到時候座標的做法就是一樣的 好 你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形容問題